蒙田打荒木兰不是调和打吗 还想要达摩 你要拿达摩的话我跟金 打摩呗 达摩达摩 冬芳要快吗 冬芳要快吗 达摩先拿了 冬芳要 露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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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张角离开A季之后的首战 在梦幻卡牌明星主播赛上 张角又和昔日的弟子杜杰搭档了 张角认为蒙田很好打花木兰 但在杜杰的强烈坚持之下 张角还是选择了信任杜杰 给他拿出了绝活英雄达摩 KPL老观众对杜杰的达摩应该印象很深 在2019年的时候 杜杰迎来了个人的巅峰期 他的三个招牌英雄就是李信 达摩和曹操 其中达摩更是在试惯决赛当中 一脚踢没了KAT的上官晚儿的FMVP皮肤 而当时的主教练就是张角 时过境迁 一名主播张角离开A季后 似乎也有转型主播的意思 这次的梦幻卡牌总决赛 张角带队2比4输给了骚白队 赢下的两局杜杰拿的都是达摩 他和张角似乎又找到了 当年那种并肩作战的感觉 谈及未来的打算 张角表示如果有合适的offer 会投身赛讯 但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全身心投入直播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接下来打算 就是优先会逃遇赛讯 但如果没有一份比较好的offer的话 我应该会全身心地比较直播 因为毕竟还要胜 但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offer的话 我们就会优先选择赛讯 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offer的话 应该就会好好直播 然后等到有合适的offer 这次的梦幻卡牌比赛 也许让张角找到了赛场的感觉 张角最近的重心肯定是直播 至于未来到底会去哪儿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定下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